这节课的主要内容呢,我们来看下去 好,在之前呢,我们还是先看一下上节课的一个内容 上一节课呢,主要是和SaaS与Compass这样有一个关系 首先呢,我们说了什么是CSS预处理器 也说了什么是SaaS 也了解了SaaS与SCSS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么这个呢,还有上次的一个课后任务 相信这个大家都完成得很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一个任务 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有四个理 第一个呢,是认识一下什么是Compass 然后呢,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个SaaS与Compass之间的一个关系 然后呢,才是我们的SaaS与Compass的一个能做什么 它的一个作用 最后呢,才是我们的一个SaaS与Compass的一个安装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四个要点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Compass 既然我们把SaaS与Compass放在一起 那么首先肯定它们是有一定关系的 那么它们是什么关系呢 在说关系之前,我们就要先认识Compass 我们来看一下Compass呢,它是一个SaaS的一个工具库 在这儿我们也同时可以打开网站一起看 Compass,你看CompassStyle 它的官网就是CompassStyle.org 好,我们再来看它 这里呢,有写Compass是SaaS的一个工具库 然后我们再来对照它的官网来看,它是怎么去写的 好,这个大的就是它的一个描述 Compass呢,它是一个开源的 然后呢,是一个CSS的一个创作框架 说白了,其实它就是说一个开源的一个 来编写CSS的一个东西 一个框架吧 它这里呢,其实号称是框架 其实在我看来的话 更像是一个酷这样一个感觉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特色 特色是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连设计师都喜欢用设计者嘛 设计者或者设计师都喜欢用Compass 这里呢,就设计到几个点 第一个呢,它是能够很 能够清理无用的一些标记 或者就是说没有起效的一些标记 第二个呢,它是用了现有的最好的一个可重用的一个模式 这样子的话,就代表它的一个维护性啊,什么都比较好 然后呢,它能够很畅快的这样一个 如清风般的一样去创建这样一个精灵 精灵图层 好,第四个呢,它是说 因为现在的一个热点就是HTML5和CSS3 那么在这个Compass的话 它就能够很轻易的利用这个Mixings 然后来使得这个什么创建CSS3的一个代码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大的一个特色 还有第五点呢,是能够创建漂亮的这样一个版式 第六点呢,是做到了一个扩展性 能够很很轻松的一个下载,下载扩展 或者说是创建,甚至是创建扩展都是非常轻松的 那么这一点呢,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它的一个特色 也是它受欢迎的一些地方 这里也有说明 Compass呢,它是使用了这个SaaS 其实它是构建在这个SaaS之上的 也就是说它们这两者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说SaaS呢,是这个CSS的一个预处理器 然后Compass呢,它其实意义上的话 可以算得上是一个SaaS的一个基础类库 可以这样去理解 就比如说,如果在这个CSUP语言里面的话 我们如果只用CSUP的话 我们如果要去开发Web的话 那么是相当困难的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一定的框架 比如说,Espinator MVC 或者是Espinator Webforms 有这条框架的话 就能够让我们很轻松的去开发 这样一个网页应用 那么Compass呢,就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那这里呢,其实对SaaS也进行了一个补充的说明 SaaS呢,它是一个扩展 它是一个C 它是一个 可以说是CSS3的一个扩展 当然CSS3兼容CSS 2.1 以前的一些版本 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CSS的一个扩展语言 听见哪些功能呢 它听见的功能就比较多 比如这个 变量 这样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多态吧 然后选择吸气层 更多的一些功能 然后它能够 生成格式化的一个CSS 还使得你的这个CSS代码 组织和这个维护都比较很轻松 就反正就这些效果的话 就是这个SaaS的一个普通 一个更多的一个效果 一个作用 好,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了什么是Compass 也了解了什么 这个SaaS与Compass之间的一个关系 其实这儿呢 可能Compass与SaaS的话 就相当于JQuery JavaScript 这样子的话 其实 因为毕竟Compass算是一个类库吧 其实JQuery也算是一个类库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比较 一样的 就比较类似了 这里有一个说明 就是说 它呢 是在这个SaaS的一个基础上 封装了 一系列有用的模板 和这样 模块和模板 然后来补充SaaS这样一个功能 一般的类库的话 基本上都起了这样一个作用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Compass 好 接下来看它 SaaS和Compass能做什么 这个呢 在我们这个上节课里面 已经说过了 这里 在这个SaaS这里 都已经 我看一下 这儿 这儿都已经说过 为什么要用这些东西 其实这些作用的话 其实是这个 Compass来 为和SaaS组合起来 为大家提供的 就是呢 它作为一个 Utree的一个编程语言 那么它 使用变量是 必然的 然后呢 它能够自动转换RGBAE颜色 然后颜色的话 它就要用到这个Compass的Mixing 用这个呢 它就能够来转换这个颜色 然后浏览器前缀的话 也是一样的 也是通过这个Mixing 然后来实现了这样一个 帮你自动补充这样一个 6.7前缀的一个效果 当然欠套 还有Midio Query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来提供的 好 这儿呢 主要是说一下这个Compass 它有几大模块 这儿你可以看一下 Compass呢 主要有五大模块 第一个呢 是Reset 就是说 我们在但凡做一个页面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需要 做一个 引入一个Reset的一个样式 这样做什么用呢 主要说 我们的现在浏览器有那么多 然后它的原生的样式又不一样 比如 比如这个 Input 什么URL这些东西 它的效果都不太一样 对不对 这个File Set 这些都不一样 那这个时候 要想 兼容多浏览器怎么办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两种做法 一般的话就是 第一种呢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把他们的这个 默认样式全部干掉 这样子的话就 基本上没有什么样式了 这样呢就是让他们的表现一致 就是说 我不管你的默认样式 我全部都用用 都用我这个希望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样式来覆盖一下 这个时候呢在各个浏览器里面的表现的话就是 非常像的 这样子的话就达到了一个重置浏览器 这个基础样式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叫 RESET的一个模块 RESET的一个模块重置 第二部分呢刚刚也说到了 这个SaaS呢它是一个CSS3的一个扩展框架 所以呢它的最基础的一个CSS的一个版本的话就是 CSS3 那么这个时候呢 Compass既然是基于SaaS的 那么它的一个另外一个大的一个模块就是 CSS3 包括我们的这个RGB的颜色 还有浏览器前缀 还有这个MiduQuery这些东西 它都是来通过这些模块来 这个CSS3的模块来支持 还有的话第三大块的 就是我们的一个布局 在网页里面我们常用的布局的话 一个是小音色布局 还有一个是网格布局 其实小音色的话 这个算是一个后面的一个概念 就常用的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网格布局了 三格化布局 那么这个时候呢 Compass就提供了一个模块来处理这样的一些内容 就叫我们的一个layout模块 第四个模块呢就是我们的一个typography 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呢 这个呢就是说控制我们整体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版式 既然有了布局之后 我们还需要用用版式来填充这样一个布局 来达到一个一个框架的一个架子的一个 股价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呢就叫typography 这样一个模块来提供的 最后呢就是我们基本上每一个类裤都会有的 这样一个utilities 这样一个工具库工具类 这样一个东西来这样一个模块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SaaS与Compass的一个安装 先进入我们的SaaS的官网 如果你要用鼠标点的话就用这些 如果你要用控制命令行的话 有哪些呢 比如在Ninux下就要用gm installs 在Windows下的话就必须要用这个Ruby installs 然后再来安装这些东西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能不能点 你看这个它后面写的只支持苹果 然后这个呢支持三大块三个都可以 好这里呢我们就用这个Compass这个 先点一下啊不管它 接着我们来看我们的一个命令安装 这个呢 好就再先说一下啊 如果是在Ninux下的话就必须用这个速度 然后SU-C这样一些东西 这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呢要安装Ruby 否则的话是没法使用这样一个GEM的一个命令的 这个GEM呢就是我们的一个Ruby的一个命令 然后在Windows下的话就要去安装Ruby installs mark下的话它是不需要的 它可以直接用Ruby 直接用GEM这样的命令 所以呢就是这个 看这个就是GEM 这个SaaS的一个安装的一个指令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可以看SaaS的一个版本 好我们不管先不管这儿啊 它其实都是收费的 我们先不管这个 我们先来直接看Ruby install的一个安装方式啊 我们看SaaS的安装之后我们先别慌 我们接着看一下这个Compass的一个安装 Compass的安装我们看在哪 D也是同样的 D就是Install 看一下 最最关键的还是InstallRuby 然后Ruby怎么安装呢 通过这种一个RubyInstall Install去这样一个去安装 它说这个Compass要运行的话 就必须要这个Ruby安装成功 然后呢就这样这样就成功了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问题就变了 既然安装这两个东西都都需要Ruby 那么这个时候的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去安装Ruby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Ruby是什么东西 简单查一下就行 不需要 这就太多啊 既然这种 这种带Lang 这种RubyLang 这种的一般都是语言 比如说我们这个SaaSLang SaaS 你看这个它就不降 它就不是Lang了 好 其实这里有一个Download 也是一个安装方式 这Download里面的话 其实就是说 通过它的它的一个安装可执行程序来安装 这个在Linux下怎么安装 我觉得这样就不细说了 我们就说怎么在Windows下去安装 在这里呢我们需要下载一个软件 叫RubyInstall 看能不能出来 这边这个网 看一下 真的有写 如果是在这个Linux Unix这个系统上的话 你就可以用RVM或者这些东西去装 如果是这个的话 其实就不用管它 然后在Windows的话 就我必须要用RubyInstall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的问题 又变成了这个RubyInstall 好 这个呢就是说怎么在Windows下去安装Ruby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变成语言 就是比如说运行时啊 这个运行固执的东西 好 这个地方的话就有下载 下载我们应该都很简单 大家都应该很轻易的能够做到 那么这儿呢 我已经下载好了这个RubyInstall 所以呢 我现在可以直接去双击它就安装了 这里我们可以学语言 为什么有英语和日本语呢 因为这个Ruby的这个作者应该是好 我记得的话 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日本人 所以呢 它就是这两种语言 这个我们就用英语就好了 好 一路Next就好了 这些的话可以 这可以加一下 怎么来测试它安装好没好呢 也很简单 我们可以用命令行来测试 当然是CMD 好 这个时候我们输入我们的一个命令 GEM 看有没有输出 有输出 那这样的一个输出 那么说明我们的这个Ruby 是安装成功了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来 根据它的一个说明安装SaaS和Compass了 看一下 通过什么命令呢 GEM install SaaS就好了 然后在这边Compass的话 就是直接GEM installCompass 其实在这里的话 我们只需要安装Compass就好了 因为Compass它依赖SaaS 所以说我们只要安装了Compass 那么SaaS就自动被我们 为我们安装好了 好 我们就这样 就 就是安装 那这个时候呢 会遇到一个 比较 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 要不用VPN 要不就翻墙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伟大的一个天成的一个墙 哎 安装成功了 安装成功了 那我们可以SaaS-V 还记得吧 看一下 这边今天 怎么讲 这个可能 用起好 然后就安装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 GEM source 这里呢 哦 是这样子的 这里为大家讲一个 就是说 GEM source 这样一个命令的一个效果 一般情况下呢 要安装的话 这个 GEM source 它是这个 指定的是Ruby的一个官方的一个仓库 那那个仓库的话 刚好是被这个 被强 被强掉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法安装上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好 这个时候就会叫大家 做一个 东西 我们可以看一下几个命令 首先是GEM source 这个命令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 去获取源的一个 地址 地址 那么这个时候呢 既然我正现在因为我以前已经修改过了 所以它是直接就是Ruby.淘宝.org 如果没有的话 它不是这个的 它应该是Ruby.james 然后呢 点Ruby.org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去改呢 通过 点R 来移除一个 这个 sauce 然后-a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 添加我们的这样一个sauce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u 来更新我们的一个sauce 那么这三个命令的话 就能 就能够 改变这样一个仓库的一个地址 这里呢 我是用到的是 先R移除限制有的 然后呢 再通过-a 来添加我们的这个 Ruby.淘宝.org 这里我可以大家演示一下 随便加一个 随便加一个之后的话 它的这个仓库的话 它的这个仓库的话 就会-就会-就会变 变了之后的话 它就-a-nake 它就下载不出来 所以说这个地方 就这种做法 好 它这个地方去-aid的时候 它会去验证你这个仓库 是不是合理合法的 其实它是去发一个请求过去 去请求你这个仓库的一个API 如果有的话 它就能够添加成功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再去管它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sars的一个版本 sars-v 是3.4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用 compass-v 看一下 这个有没有安装好 1.03 好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环境 就已经准备好了 好 接下来就该进行我们的下一步大的 如何 该来学习了 好 我们这儿呢 有一个课后任务 这里都很简单 就是完成我们这个sars compass的一个安装 这里有几个要点 第一个呢 是要安装Ruby 安装Ruby的时候呢 是通过这个Ruby install 来安装 然后呢 安装Compass的时候 是通过GEM install compass 这是一个命令的安装 好 这里需要注意 有防火墙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下集会再见